面对即将于2021年生效的来计美猪开放法令 即使有地方首长强调将依自治条例续行来计零检出标准 但不少民众仍质疑对于多种含猪肉的加工品是否真能一一严格控管 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出席国小校长会议受访时 也再度强调台中市瘦肉精零检出的标准一定会贯彻到底 许多家长担心校园营养午餐厂商会因为价格考量 偷偷使用含有来寄的美猪或美猪加工食品影响到学童的健康 对此卢秀燕表示台中市针对瘦肉精零检出的法规 三年前就经事议会通过已行之有年 并不是因为这次中央决议开放进口才突然实行 因此各级单位都已相当熟悉各个环节的操作 民众不必过度担心 另外卢秀燕也强调 不只是学童营养午餐 整个台中市境内都禁止贩卖 加工含有来寄的猪肉 相关单位会确保台中市不饮进美猪 各级长青关怀据点也会严格把关 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妥协 虽然地方首长已宣誓决心 但日前卫福部长陈诗中也放话地方没有全力自定食安法 相关法规还是要照中央规范来执行 让人不禁担心明年初开放正式进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延伸阅读 好 好 感谢观看